各位東森財經、東森新聞還有趙咖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趙花理財達人秀的時間囉 我是趙花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我自己個人都非常非常有興趣 怎麼說呢 還記得現在因為股市上萬點 我在上週節目就提到說 本來我們都不想幫大家做股票的題目 因為很害怕說萬點叫大家進場不是害人嗎 可是呢有很多達人來跟我分享他的經驗之後 讓你照好我都改觀囉 發現說其實我們不要去預測股市的高點 有可能高點還有更高點 那現在如果想要進場的人 我們應該叫他的是正確的方法和正確的買股知識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我相信應該很多的網友都有興趣 因為手上怎麼樣 手上沒錢啊 手上沒錢想要買股票都覺得 欸你不是在呼嚨我嗎 在愚弄我嗎 沒有錢買什麼股票 今天告訴大家 50塊你就可以進場了 真的是50塊你就可以進場囉 為什麼 注意看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零股 零股不要說50塊 搞不好20塊都可以進場 30塊都可以進場 那今天要告訴大家的 還不是你怎麼賺股價而已喔 我們是一魚三吃賺錢數 哪三吃呢 買零股你可以賺到配息喔 零股一樣可以參加出全息 現在是進入了除全息的旺季喔 再來是股價上有可能也會漲 還有最重要的 零股可以幹嘛 可以去股東會上領 紀念品 欸不要小看 你可能50塊買一股零股 紀念品是500塊的價值喔 那現場我們就來做一個大調查好了 因為大家會覺得很懷疑 怎麼可能一魚三吃 有吃到一下就了不起了喔 好我們來問一下喔 那窄島 窄島你有買股票對不對 窄島如果今天50塊買一檔股票 你會希望賺什麼 賺配息股價還是紀念品 配息跟紀念品 好窄島說他要賺配息跟紀念品 代表窄島他不想賣這檔股票 他沒有想要賺價差 他是長期投資人 觀念蠻好的喔 那我們來問攝影好了 嘉文 嘉文 可以全部嗎 可以全部嗎 你也太貪心了 50塊也什麼都要包包山包海 但是今天網友們 如果想法跟嘉文一樣的 千萬不要錯過這集喔 因為今天我們會請到兩個達人喔 一炮雙翔 有達人會教你賺配息跟股價 有達人就教你怎麼去賺紀念品喔 那我們的財經主編阿格 對我們每一場都要出現Cue一下的 阿格你要賺什麼 配息跟股價 沒時間領紀念品 喔你要賺配息跟股價 沒時間領紀念品 那你今天虧大了 我的紀念品搞得比股價長得還多 但是阿格很務實 因為阿格一直都學理財的 所以他是要配息跟股價喔 沒有問題那 好李怡 今天新加入的新同學你要賺什麼 配息 你要賺配息 你只賺配息嗎 對 那你太小看零股了嘛 你以為50塊就只賺配息嗎 對所以心眼也不要太小喔 其實真的我們花一點點小錢 先來進入來買零股 我們會發現真的是一魚三吃喔 配息股價紀念品都賺得到 而且今天說了有兩位達人在現場 兩位達人這三個都會教你怎麼賺喔 好我們先來看 還記得前一陣子阿我們的金管會副主委 告訴我們說 現在股市為什麼沒有動呢 因為年輕人都不買股票 哇我們東森財經立刻去街頭實測喔 就訪了非常多年輕人說 你們為什麼不買股票呢 阿每個年輕人都跟我說 阿真笑欸就沒有錢阿 阿一檔股票你看像張周萌好了 誰不知道台積電很好 對不對 張周萌他竟然在股東會上說什麼 什麼時候都可以買台積電 好棒喔 好輕鬆喔 可是一檔台積電上週五的收盤價 211.5塊 買一張多少錢 21萬欸 21萬多 可能你大半年的薪水只能買一張台積電 可是今天就告訴你喔 你也可以買一股台積電 一股台積電只要211塊 別說了 少吃一個減餐你就買得起台積電囉 再來 最近有一本週刊有調查 有一個年薪3萬塊錢的銀行行員 鍾川先生喔 鍾川先生說 我跟你講我最喜歡高價股了 因為高價股代表他高獲利嘛 他的價值好嘛 一定有他未來的利基 可是高價股拜託 大力光 他5000塊的時候 一檔你買一張要500萬欸 一個小套房就沒有囉 但是他也是買零股 從2015年他開始存大力光 最低買在2000塊錢一股 最高就是5000塊錢一股 他這樣存他的報酬率也有80%欸 所以如果懂零股的話 其實你要買台積電 你要買大力光 你要買任何的高價股 都隨你高興喔 那剛剛講了 今天我們有兩個達人來到現場喔 今天看直播的觀眾真的有福了 各位網友 趕快把你的直播分享出去 因為今天教你的方法 真的是你一輩子受用 而且即使現在股價股票上萬點 你也不要太擔心喔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第一位來賓是我們的流浪教師 華倫老師 欸大家不要聽到華倫老師是流浪教師 就覺得好像很可憐 還滿可憐的 看看老師的身價現在是靠零股 他存到3000萬喔 不好意思這邊多一個千 不是3000千萬 這樣就有點嚇人喔 是3000萬 那我們看一下老師過去的經歷喔 哇老師當了12年的流浪教師 但是現在已經流不流浪沒有差了啦 因為光是股票已經讓老師的身價比大多數人都還要付 可是我也是從3萬30萬開始的啦 也是從零股開始 對對對 因為一開始每個人都是小錢啊 幾千塊幾萬塊開始 對 所以大家要記得喔 今天聽老師講心法 每個人都有機會變股神喔 然後再來 老師 你很不務正業耶 正業比較不喜歡 沒興趣 土木研究所結構組 你土木念不高興就算 你還念到研究所 對 念到研究所也不繼續蓋房子 還跑出來做股票 因為大學畢業要當兵啊 那我研究所就直接當育官 所以我是為了當育官 不要當兵 當兵的時候收入高一點 所以這樣 後來本業大概做了兩年多 發現真的沒有興趣 我覺得炒股票比較有興趣 炒股票 對 大家不要學喔 買賣股票 投資股票 因為一開始真的是炒股票喔 但是老師的話中就提出 他為什麼要當育官 因為為了錢喔 老師是天生就是對理財很有興趣 然後那退伍後老師就買了房子 所以為了還房貸 其實老師有跟我們聊過 黃老師要為了還房貸 他沒有時間修什麼教育學分 對 所以他沒有取得正式教師的資格 就一直當代科老師 對 其實蠻辛苦的 請多全省跑透透 對啊 就是剛剛 剛剛退伍兩年我就買房子 然後貸款還蠻 就不少啦 那如果要修教育學分的話 可能要修兩年 再去實習 然後 再去考 不見得考得到 那就幾年 就大學已經唸出科系了 不想要再浪費時間 對啊 所以那時候 結論就是說 我很喜歡賺錢 對啊 所以我就是 日夜兼差這樣 日夜兼差賺錢 對 沒想到這個 個人的個性跟喜好 幫老師開了一盞路 怎麼說 33歲的時候 老師就去學巴菲特跟彼得林區 老師說實話 我也有看巴菲特跟彼得林區 可是我還沒有存到3000萬 是我看的方法 和看的書不一樣嗎 我大概看了50次 照顧不知道看幾次 好好好 老師你贏了 老師要怎麼樣呢 而且我還滿有耐心的 而且我還滿有耐心的 真的要把他們的方法 落實到自己的頭部上面 對對對 而且是從零股起家 要跟觀眾朋友們 跟網友們分享 他是從零股起家 38歲那一年 事實上老師也遇到過很慘痛的挫折 金融海嘯的時候 資產是夭折的 可是這個時候 因為你學的是巴菲特跟彼得林區 所以你沒有害怕 堅持存股 因為巴菲特 就事實上都是 我們每次看他講話 都是滿樂觀的 他說道權會漲到十萬點 還遠耶 還有八倍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不用預設啦 那事實上 我對股票這件事情 我還滿樂觀的 對 台股也會到十萬點嘛 對 即使金融海嘯不可能永久嘛 對 不可能永遠都金融海嘯 所以那時候其實買滿多股票 那時候08年的時候 是 十萬點是開玩笑的啦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造華的話 就知道以前我都是看空的 但是自從認識這些達人之後 我就不敢看空 因為他們在萬年還是繼續賺錢 40歲的華人老師股市 他的股票市值已經到了1300萬 而且每年領73萬的股息 那我們看到到現在45歲囉 老師的股票市值已經到了3000萬 每年領130萬的股息 而且把房貸都已經還完了 而且據說老師 今年也徹底決定 不要再當流浪老師了 不是決定啦 是被迫 我去那一次 這個學年都還是有去考啦 那沒有考上 對 所以現在就 所以老師就決定專心做專職投資 是是是 而且發現日子更快樂 是 因為現在我滿喜歡看書的啦 對 為什麼我很佩服老師 如果大家有去華人老師的粉絲團 會發現喔 華人老師的粉絲團 他把他自己股票持股的對賬單 是完全公佈的 即使有些網友會公佈 他 可是他也是非常勇敢去公佈 他所有的一個進出跟持股 這是我最佩服華人老師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 我們有另外一位令人佩服的人 就是我們這邊的小富爸爸 小富爸爸要教大家的 並不是賺股價而已 他要教大家的是賺紀念品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欸 我根本就懶得去領什麼紀念品 像我們的財經主編阿閣 他覺得買股票就是賺價差啊 對 如果這樣想喔 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有的紀念品發到好到你不敢相信喔 沒錯 所以今天小富爸爸也有帶很多紀念品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小富爸爸 剛剛在閒聊才知道 小富爸爸喔 他也是念土木的 對 對這個科系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念土木的都會變成投資人喔 台灣好像土木不太好 蛤 所以他們兩個都不買銀建品 沒有 這是他們私下講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富爸爸 他本來是什麼 房貸業務員業 然後理專喔 那現在變成一個零股贈品的達人 24歲很年輕 土木畢業部做土木喔 去外商銀行做房貸的業務跟理專 29歲 這個時候是網路泡沫之後 然後又遇到SARS的時候 你在這種最慘淡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房地產是最低點的時候 竟然創業做什麼 債務協商 因為聽過小富爸爸你心腸很軟 你發現很多人在那個時候負債累累 所以想要幫助他們 對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我想債務協商的時候 就是不外乎就有兩種人 就滿辛苦的 就是可憐跟可惡的 當然可惡我不提 但是可憐這個部分的人 他們真的很多的債務 是來自於自己所產生的 可能是幫親朋好友 他出自一份善心 做保啊什麼的 所以累積出來 那我們覺得說 應該 銀行機構要給他一些機會 讓他能夠還清他的債務 或者在範圍內 能力範圍內 能夠還清這些款項 所以就居間做這些協調的作業 對 可是我們常常會講說 我們會覺得 投資可能是致富比較快的路 但是這些人說實話 差不多已經負債了 你要他拿出幾萬塊都很困難 可能拿出幾百塊 就是他僅存的一些錢了 對 所以小歐爸爸很善心 他35歲的時候 他起心動念 他覺得要幫這些債務人怎麼樣 脫貧 脫貧剛剛講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研究零股 因為他的進入障礙跟成本是最低的 沒錯 是可以先減輕他們的負擔 因為你購買零股 可能可以領取一些股東紀念品 對 然後藉由領取這些紀念品 先維持生活 不論如何都要好好活下去 是 活下去才有機會 其實兩位都對我來說都是佛心來著 一個是他進出他都會公佈他的對賬單 一個是小歐爸爸他也會去公佈 非常無私他怎麼去選零股 然後幫大家換紀念品 幫大家團購 然後36歲的時候 哇 四百檔耶 這個在持股 如果我今天是投資人 我會覺得大忌 四百檔我要怎麼管理啊 但是成本只花了一萬五 一萬五可以買四百檔股票喔 對 沒錯 所以網友想知道怎麼做的 現在趕快把直播分享出去 因為等一下小歐爸爸會不藏私的告訴大家 那光是靠紀念品就獲利一萬塊 38歲的時候 從零股贈品可以一年獲利50萬 年頭暴率大概是10% 是 沒錯 所以小歐爸爸是完全可以利用零股的紀念品 來幫大家達到獲利的喔 但我們這邊就要講了喔 其實零股有很多的好處 不只剛剛講的這些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可能很多人對零股 有一些錯誤的認識 都會想說有那麼好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買零股有六大絕妙好處 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想要嘗試買股票的人 一定要看清楚了 第一個 你每個月就算只存一兩千塊錢也可以買 因為剛剛講的就算50塊錢也可以買 那一兩千塊錢像我自己的話 就會覺得如果買基金可能手續費就很高 成本也很高 買零股的話就比較直接喔 然後再來就是 只要零股在手就可以賺股力喔 只要你有零股大部分的股票是可以參加除全息的對不對 黃老師 是啊 其實我當初 像我喜歡統一操這個公司 我覺得 台灣全台灣有5000多加7000 然後有轉投資星巴克 然後加勒服 菲律賓的星巴克 菲律賓的711 還有上海的星巴克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公司 但是我五六年前買的時候是 那時候股價150塊 我覺得15萬對我來說 也蠻多的 你這樣講就虛假了 15萬對我來說是小錢 可是對於半年前的來說真的蠻貴的 同一操我們都知道一直都是高價的股嘛 所以怎麼樣推薦你買股 其實它的配息還是賺得到的 如果說我只有 我現在沒有15萬 那我只有一萬五 那我就買100股 那我如果只有1500我可以買10股 那我只有150塊可以買一股 那我只有一百五十塊可以買一股 那這一股的話 配息是沒有問題的 那有些股票它會配股 那配股如果說 有一定的股數了 也不是 就說它有時候配股 呃成出來的股數可能是 可能是小數點是0.98 它會把0.98股捨去 那那時候我就有一次這樣今天就是說 我在7 呃也是很久以前了 我買加格 127加格 我多買了兩股 那我都買兩股之後 它就進一位 變1.005股 那一股就賺進來了 欸 還有這回事 還可以多賺一股 等於說 它不到一股會捨去啊 0.98股它會去掉 那個就不是你配出來的股票 所以我會把它 呃成起來的數字我會把它 剛好1.00多 然後那一股就可以配到 就賺進來換 對 這個已經很精了 可能 我還買過50 50塊的台灣大概是買一股 其實我還蠻喜歡買0股的啦 因為 怕有時候股票跌喔 高價股的時候跌10塊 覺得如果一張10塊1萬塊 覺得心裡還蠻 蠻不舒服蠻痛的 對 所以買0股 那我如果跌10塊 那我下個月還可以再買 還可以再談這樣 所以就是心裡成本和 對 不管是股價成本都比較低喔 所以早期我還蠻喜歡買0股的 對 但因為現在黃仁老師他的錢太多 他比較不好買0股 但是因為早期他是靠0股起家喔 所以現在想要從股市起家的人 都要施法黃仁老師這一套 好再來就是 有一股就是股東贈品唱快零喔 有一股就是老闆會收到股權的資訊 股東會的通知 跟所有人 就算買1萬張的人的那個權利 都是一樣的 這個小朋友會把很清楚喔 對啊 買一股就是股東 其實買0股最大好處 如果說像以我們持有的檔數 那麼多的角度來說的話 不外乎就是你能收集所有 喪失歸公司的最新資訊 對 他一定會第一手的交給你 對 所以這個對我們投資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資訊 所以對於年輕人想要 踏入這個市場的話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資訊 對 你只要一股跟人家買1萬張是一樣的 對 沒錯 然後再來這個很重要喔 0股的成交價有可能比現股還便宜喔 對 有可能 但不一定 也就是說好 假設今天台積電收盤是收在211塊 你有可能不是買211塊的零股 你可能是買210塊的零股 對 這個是有機會出現的喔 對 所以等一下會告訴大家這個撇步 怎麼樣用零股存成一張 比你買一張還便宜喔 再來就是很重要了 因為現在是萬點 大家都會說 為什麼萬點要介紹股票 告訴大家 因為萬點你才能試水溫 你不知道會不會萬點 漲到1萬2 1萬3 所以你行情不會錯過 可是就跟華文老師剛剛有提到 假設萬點它下修的時候 你手上是零股 你也不用怕傷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存股 如果你選對股票 如果你有領到紀念品 還有薪水啊 每個月還有薪水 對 每個月薪水去攤平 往下攤平 對 種種種種 你買零股做進場 你的風險相對是比較低的 但重點來了 萬點買股不要怕 你還是要做對方吧 對 所以接下來就進入到 我們華文老師的萬點選股法喔 華文老師會用一張表 告訴大家為什麼萬點選股不要怕喔 好 華文老師這邊有五檔股票 那你有列出來就是 2007年就是上9800嘛 對 那你意思是9800買的股票 到現在還是賺錢嗎 呃 其實我在看投資標的齁 那個我們加權指數有參考啦 但對我來說還是選股啦 就是說大家不是說選股不選市啦 所以指數對來說真的只是參考 對 這幾個點都是上到9000多點 一定萬點 像10年前民國96年的時候 10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大滿指數是9700點 也接近1萬點了 對對對 可是那時候如果你買到統一超才96塊 對 那時候才96塊 可是以當時來說我們已經覺得很貴了 然後後來還是9000點 這邊我都統計是差不多9000多點 現在1萬點 1萬點 對 那統一超股價96、124、239、239 現在差不多270 對 所以那時候1萬點的話 你覺得統一超接近100塊太貴的話 對嗎 對 那其實現在是270 那統一大統一也是啊 大統一你在10年前 接近1萬點的時候 買29塊你覺得貴的話 現在是90塊 欸 這一檔我已經是在 現在是92塊 顛倒怪 我在財經雜誌長寫 那時候漲到四五十塊我就覺得 也漲太多了吧 結果現在90幾塊 我手上一張都可以 然後中華豆腐也是 10年前1萬點的時候 20塊 那現在是60塊 誰會想到一個豆腐可以漲那麼多 對 所以你老實意思是 那反觀 反觀如果你在96年那時候 9700的時候買到育民航運 對 100塊 那現在還是1萬點喔 他現在大概30塊 所以就不要選錯 選錯還是很慘的 那這LED這個248這個經典 對 因為LED後來殺價競爭太厲害了 對啊 對 所以現在1萬點他 他才也好像也不到30塊的樣子 所以重點在 所以股票比較重要 選舉比較重要 他說現在是1萬點 不是說1萬點買什麼股票都會賺喔 要選對股票喔 對 上一波的快接近1萬點 你買到育民跟金電 對不起我沒有要罵這兩家公司 可是就是產業的問題 對 他們現在就是很慘 可是如果買到統一超大統一中華時 你在上一波1萬點買的 你現在是倍數賺喔 對 雖然同樣都是1萬點喔 對 好那華文老師 那就不藏私 進入到你的選股邏輯 是 而且今天有一個任務喔 就算是第一次買股的朋友們 網友們 也要聽懂你在說什麼 呃 希望我做得到 而且聽不懂的人 趕快到華文老師的粉絲團去 請他講得更清楚喔 但是我相信今天這場直播你不要錯過 趕快分享出去 因為你一定會聽得懂 而且從零股上面賺到人生第一桶金喔 好 老師的存股數1 越壟斷的你越愛 怎麼說呢 巴菲的時候賺錢的秘密就是 要選擇壟斷獨佔的事業 對 所以這句話是名記在心啦 像譬如說巴菲他去年買聯合航空啊 那個打美啊 還有西南航空 因為美國的航空業已經經過一段整病了 那 所以大者很大 對大者很大 然後他投資這個航空公司 那聯合大到 大到無法無天了嘛 他可以把乘客拖下飛機嘛 你看他多壟斷 那麼負面的事情 你講他很壟斷 可以把乘客拖下飛機 這個事情當然是不好啦 對 我是說明他 巴菲特選古的精神 像我比如說 有兩個城市中間一條河 但是呢 只有一條橋 那我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 只有一條橋 你一定要走這個橋 就在上面收過路費就好啊 對 或是一個沙漠裡面只有一家 你是賣白開水賣飲料店 飲料店 那你就罰了 對 所以我喜歡那種四戰率很高 獨佔壟斷的事業 那有時候會稍微不小心買高一點 那其實我覺得後來應該都會再解討 有啦 像剛剛老師就很喜歡統一超嘛 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買150的時候 也是從八九市長到150 也算人家很多的也跟我說很貴了 那其實我覺得獨佔的事業 他競爭對手就比較少了 那他可以發展的事業就很多了 對 那基本上大者很大 台灣那麼小 真的是已經全世界超商密度大概最高了 對 但是他就是跟全家兩個 就是有點像獨佔 對 像OK來爾夫可能就不是對手 可能就無法超越 對 那中心保全就是我們台灣最大的 電子 不是駐位景啦 電子性的保全 大概這兩個都 市佔率大家都接近一半了 所以說 我比較喜歡沒有那種競爭對手 我存股存起來比較安心 如果說 競爭對手可能在某個陰暗的角落 哪天出來我就不知道 對 所以有些公司我就不太敢投資 他可能市佔率不高 競爭對手很多 那我可能就比較不放心持有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對於投資來說的話 其實 確實要是寡斷或是壟斷 壟斷的 但對於股東經驗品來說 這就要分辨 像童一超呢 基本上因為他就沒有去 他就無法這個經驗 欸 童一超感覺上 可以送東西很多欸 因為他送給很多上市櫃公司 喔 他送給很多上市櫃公司 沒有 上市櫃公司很多人 會跟他下訂單 所以他已經忙不過來了 所以他就不需要再發了 對 所以身為股東 我是很開心 對 沒錯 所以如果要領紀念品的話 童一超他就相對沒有那個影響 沒有紀念品 也太over了 他賣這麼多東西 但想要辦法講到一個重點 是 可是很多家的紀念品 是發同一超的禮券 沒錯 就7-7的禮券 對 今年他們的市佔率提高很多 大概將近有四成左右 以前全家對不對 以前全家比較多 對 全家大概是將近八成 七成到八成 那我就開心了 從贈品可以開出市佔率 以前送全家的 現在送同一超的 因為同一有發新有點不大對勁 今年特別改變了 真的市佔率有多回來不少 哇 所以你看 投資上面有很多的美高 從股東會贈品 可以開出同一超 因為他有他的價值 沒錯 所以很多上次工作室都選他的禮券 沒錯 今年 好 那我們來看老師的存股數第二個 只買三秒就能形容的產品 會不會太滿了 因為巴佩特又說了 等一下等一下 巴佩特說很多話 三秒 沙拉油啊 沙拉油 長久不變啊 一秒而已 沙拉油 對 長久不變啊 70年前跟現在都一樣的口味 不用研發啊 不用研發 因為大家已經吃習慣了 我看夜市 你喝習慣了 夜市大概都是這個牌子 對 我看到很多 對 因為巴佩特說就是說 它有一檔持有35年的股票 可口可樂 對 那他說七八十年前的口味 跟現在是一樣的 對 那我們投資股票我是最怕不確定 所以我很喜歡確定的 確定的 像這個油 不管是餐廳啊 學校啊 然後夜市啊 炸雞排都是用這個 這個油不需要研發說 什麼巧克力口味 香草口味 反正就原汁原味這樣 原汁原味 對 所以就很簡單 這個三秒 沙拉油 很簡單 對 烤波島的花園很好吃 對 就是說 連小孩子都可以懂得這個東西 這個生意 那我們大人當然更容易了解啊 就是說如果 沒有簡單到我可以懂的話 我就 無法判斷買進賣出的 的時機 那我就 我就不敢 就是說我無法判斷什麼時候賣出 我一開始就不會買 所以業務一定要很簡單 要長久 要長久 持久性 應該不太會買科技股喔 你看什麼XXX雷冰天 那個太難了 XX什麼時候化合物 太難了喔 生技股局也太難了 我大學化學蠻差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黃老師的存股數第三點喔 產品漲價大家還是願意買 欸 別傻了 現在都是殺價為王喔 你們看房價跌多少 我們兩位學土木的 房價跌那麼多都還沒人買喔 因為我們投資股票喔 但是要賺錢嘛 那最差就是說不能賠錢 那要抗通膨 我們把錢放在口袋 或放在銀行裡面 可能是越來越不值錢 所以基本的任務投資 不管投資房地產 投資股票 基本要能抗通膨 所以如果你選擇一個 可以自由漲價 自由定價的公司 那基本上應該就 利於不敗之地了 那現在今年那個 年初的時候不是行政院長 是林院長嘛 是 你要說林院長什麼 林院長 他說漲價是必然的嘛 漲價是必然 漲價是必然 可以罵死 所以他就漲價了 那當股東就很開心 如果你是消費者 可能會 可能會不舒服 不過說實話 各行各業好像吃的漲價 對 所以我還蠻喜歡吃的 我還蠻喜歡吃的 而且好像也是 一般民眾他比較能夠體會的 就像小時候 也許你買一包 零食三塊五塊 現在三十塊 也覺得好像很正常 而且其實說真的 做吃的他的贈品 通常是曉悟爸爸 你最喜歡的對不對 對啊 像做吃的部分 食品股的話 像比如說浦峰 比如說紅牙 大家常吃的巧克力 其實巧克力 就是紅牙的食品 是 對 那他發的禁品還不錯 那浦峰的話 每年就是給你雞肉鬆 肉鬆 對 雞肉鬆 我以前有領過 我以前有浦峰一股 對 為什麼你要 你為了那一罐雞肉鬆 也蠻多 我以前一股好多 那不像什麼辦法 有600檔 對 現在有大概700檔 我大概六七十檔 以前我有六七十檔 一股一股 而且浦峰其實華昭老師說還算不錯的股 對 不錯 只是我沒有 太貴 有點貴 好 所以有吃又有賺 對 那再來看純股數第四 這個就難了耶 這還要比別人更會做生意 因為他 要有高的毛利率跟營業率 等於他賺的要比別人的利潤更厚 對 像我們台灣電子公司 可能是說毛三道四嘛 就毛利率可能只有5% 3% 我覺得是數一數二耶 不是毛三道四 好 數一數二 現在數一數二了 對啊 好 那因為它是特許行業啦 就是說在我們台灣是要必須要 政府許可執照 那競爭對手不是很多 所以它可能有一點以價制量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 這個是醫療廢棄物 這是我們台灣世界的廢棄物 其實這兩個都是廢棄物的回收公司 對 專門去撿人家覺得很髒的啦 對 然後而且醫療廢棄物它說實話 它有一些 危害 危害的 所以這個不能亂 被針頭扎到就慘了 對 那就是 政府特許的 對 所以說 因為這個我們台灣全台灣的廢棄物太多了 超過他們的處理量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漲價 所以它毛利率像之前 它日有才40% 50% 58% 去年是第四季58% 什麼毛利率才58% 今年第一季已經到60%了 這個毛利率跟大力光已經超過大力光了 對 肯定會73% 到今年第一季已經73%了 特許房間真的很壞耶 但是對股價來說就不錯 對 因為只有它自己在做啊 對啊 可是這種一定要有人處理 不能沒有人處理 這種廢棄物的東西 好 比別人更會作聲 尤其拿到特許執照 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對 好 老師的存股數5 會賺錢而且不借錢 等一下很多網友可能看到這一句 就已經很害怕了 因為網友應該很怕財務指標 可是華文老師今天的任務就是 一句話就讓你聽懂 他在說什麼 負債比要低喔 長期負債佔稅後盡力的比要小於2 我就說黃老師你可不可以一句話講清楚 黃老師可以 五句話好不好 好 五句話 好 五句話 這個長期負債齁 比如說一個公司它長期負債 100塊 100塊 我欠人家錢欠100塊 對 那比如說我公司每一年賺50塊 對 一年賺50塊 然後兩年就賺100塊 那等於說我兩年 我公司只要賺錢賺兩年 就可以把我的負債清償 那很厲害 大家想想看房貸你要借20年耶 對 如果你兩年就把房貸還完 代表你這公司很厲害 對 其實我們很多公司 尤其電子公司 可能都負債比都蠻高的 可能我這個公司賺一年的獲利 我要還這個負債可能要十幾二十年喔 對 那我由這個負債比 會看出這公司的競爭力 如果他自己創造現金的能力很強的話 應該不需要太多的負債 不敢說完全沒負債啦 就不需要太多的負債 那自己創造現金能力就很強了 他賺的錢就夠他再去投資 或是開拓他的實力版圖了 所以我從負債 對 從負債比可以看出 我是用這個指標 看這個公司的競爭力 他的獨佔壟斷性 這家德賣也是老師很喜歡的公司 還滿喜歡的 他可以做成麵包 他是一個原料的公司 對 我三餐都吃麵包 我當他股東之後 當他股東之後老師三餐都吃麵包 所以你要支持你的股票 對 就要三餐去 例如你買的同一廠 就三餐去Steven's 這樣不健康嘛 對 好 第六個 這個我覺得就有點嚴厲了 就是身為一個財經的投資人 對 我覺得獲利成長就已經不錯了 你獲利跟配息還要雙成長 就其實基本上獲利成長一般公司 我們台灣公司其實還滿喜歡配息的 所以獲利成長在配息率 如果沒有變的情況下 應該配息都會越來越多才對 我賺的多我想收一點在口袋裡 如果公司有重大投資案可以收一點 就是看公司的狀況 那不然如果獲利一提高 的話配息自然而然就會提高 那我是滿喜歡我的投資 不僅止於定存股 我希望我的公司成長性 就比較好 所以我希望我的公司 投資的公司 不管獲利配息都能逐年一直成長 那當然股價也會一直成長 如果獲利配息一直成長 股價不成長 那就肯定有問題 就買 就是買越多越好 就買 對就要買 如果股價沒有漲我就買 如果今天你發現你黨公司 它每年的獲利都成長 每年的配息都成長 股價沒漲 我跟你講你撿到寶了 所以華老師告訴你就是這樣 但是重點來了 剛剛講的那些股票 華老師說以上皆是 都是獲利也成長 配息也成長 可是配息其實有時候會波動 有時候我會發現 為什麼這家公司 今年就是配真的比較少 或者忽然爆量的多 對 比如說有些公司 可能賣一塊土地啊 那可能就把它配息進去 那不是說每年固定的收益 那個就要注意 就不能追高 那像我也是投資 我現在手上有個股票 叫中心保全 中保 那它去年因為任列 復興航空的虧損 所以EPS比較少 所以配息 那也代表他選錯投資標的啊 那可能 原諒他就對了 可能不是這一輩的事情 可能是上一輩就選錯了 好好好 就是主公八代的事情 就原諒他 對對對 對他配息進行就 就要知道原因啦 如果是他本身的競爭力 所以他對獲利減少 可能就要考慮 是不是要賣掉 那如果是因為 這種業外的 對 那是還好啦 如果像今年本業 可能恢復成長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大家自己考慮 要不要原諒他啦 因為他來到一檔地雷股或什麼 那考慮一下 是不是一次性可以解決 對一次性解決 如果一次性可以解決 那就原諒他好了 對沒錯沒錯 就是他如果切斷了 回到家庭欄 你還是擁抱他 有些無法原諒還是要賣喔 有些無法原諒還是要賣 對衰退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理由會衰退的話還是要賣 該賣還是要賣 各位網友今天很難得 黃老師在現場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現在線上提問 但是不要問股價喔 因為黃老師沒有辦法 幫你回答股價 可是可以問一些前景 或是產業面的問題 都沒有問題 然後黃老師都可以 線上幫你做回答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 黃老師告訴我們 用以上六個選股數 有記起來了嗎 有六招選股數 他選到的股票就會符合 年年成長股價也不會跌的狀態喔 剛剛大統一前面有提過 大統一 那一般我很多朋友或投資人 就覺得股價越高就是越貴 就越不值得買 那其實不然啦 就是說如果股價成長的幅度 小於公司獲利的幅度的話 那其實還是相對便宜的 那我這個例子就是說 101年大統一 他最高股價52.8 那到104年是81塊 其實他一路都一直創新高上去 那大家可能會說81塊比較貴 52.8應該是比較便宜 其實不然喔 千萬不要這樣賺股票 他52塊的時候 他EPS2.77 本益比是19倍 然後當年配息2.8 然後殖利率才5%多 滿好的了其實 有5%已經算滿好的 那到104年的時候 他的股價來到81塊了 那本益比 因為他獲利成長 一天成長更多嘛 對 所以反而本益比剩下12倍 而本益比更低喔 那殖利率更高 有時候看到這種訊息 我都會覺得是騙我啊 什麼股價越貴 本益比越低 但是事實上就真的有這種股票 對 華老師要你相信喔 不信的話去華倫的粉絲團 但是不要現在去 不要離開這個直播 他會公布他所有的持股 所以老師是真的 所以現在 老師有點害怕了 對 但是老師是真的 貨真價實高他 他就是用這六招選股數 所以大家如果剛剛沒有看清楚的 趕快把直播分享出去 留在自己的牆上慢慢看喔 因為這六招就讓你受用無窮喔 所以像大統一這樣的公司 反而到越後來股價越貴 事實上價值是越便宜 越值得買 對 所以81塊等於說 不貴嘛 所以現在漲到90幾嘛 這樣合理嘛 對 因為本益比才12倍啊 值率6.5% 所以就有 有投資人覺得這個股價是值得投資 所以就漲到90幾嘛 對好 所以金管會喔 不要來抓老師講股價的事情 我講到股價 這是歷史 歷史歷史 金管會要知道我們黃老師努力在幫 台股創造成交量 那另外一個幫台股創造成交量呢 就是我們的小富爸爸 因為黃老師講了 萬點選股不用怕 小富爸爸告訴你 萬點選股不但不用怕 他還要去追漲停板 人家把他打下去喔 但是為什麼他們這樣講 都是有原因的喔 所以如果接下來 剛剛你的選項是 你要領股東會紀念品 從股東會紀念品賺錢的人 接下來一定要仔細看了 我們先來看這張表格喔 這邊就是 今年你可以花錢換到的贈品 會讓你非常意外 例如你花28塊 其實他這個都有加上20塊的手續費喔 一股其實是8塊錢 對 28塊你可以去玩遊樂園 市價999 哇 這個是30倍的價差喔 對 45塊錢你可以換一個可愛的鋼鼓傘 而且小富爸爸告訴我們 還換不太到了 因為大家搶著要 大概9月才會有 9月才會有貨 對 市價500塊 十幾倍的價差 33塊可以換一個 百元折價券加保溫品 300塊錢 10倍的價差 51塊錢可以換一個 進口的橄欖油 這個很實用 我家都是用橄欖油 市價是500塊 10倍的一個獲利喔 沒錯 但是小富爸爸說 這只是他買的688檔中的 少少看到的4個 還有更好的 還沒有做成表 要不要講一下 今年有什麼贈品 讓你看的覺得超棒 其實今年剛才也提到了 像這個大同的部分喔 他今年有送的一個兌換的領券 對 那另外呢其實還有像他的保溫品 對 今年比前年有加大size 對 這是要有 今年比前年有加大size 這個是小富爸爸才說得出來的 對 這有加大 這有加大的size 而且他這個還有一個持扣 可以把它扣緊起來 其實還蠻好用的一個 宰島你要不要這個 你不是說要給媽媽嗎 對 對 這個很便宜耶 因為大同股價 說實話還蠻便宜的 比較特別的 以股票來說 我們沒有很推薦 可是以今年比來說 很超值喔 還有今天大家都常聽到 就是中心寶 他現在是那個 中寶 剛剛華老師一直推的 往年都是單人牌 今年雙人牌 雙人牌 什麼單人牌 不都是雙人牌嗎 今年變成雙人牌 單人牌是他的副牌 對對對 比較便宜一點點 沒錯 那今年升格變雙人牌 因為華老師一直幫他推嘛 所以他就有錢發更好的證 是這個意思嗎 對對對可以這樣說 那當然就是現在大家 大家比較喜歡的就是 這個我剛才有看到 太陽門 這個造型像機器人 很像瓦力你知道嗎 對對對 太陽門的 我跟你講現在露營 這是露營燈 這個超夯的 你知道上禮拜來上 我們直播的師生會師大哥 他去booking了一個露營的營地 然後結果後來因為下雨取消 你知道他現在booking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去嗎 明年的6月30號 一年後才有 所以這個露營燈 現在是非常夯的贈品 對沒錯 那這家公司 你花多少錢換到這個 這個有很多家公司都有發 很多家公司都有發 所以現在你倉庫裡滿滿的露營燈就對了 對大家的露營燈 要去露營的人可以找小副爸爸 對阿 還有呢波媽喜歡的 像那個康寧組 這是五箭組 對 你可能只有花少少一點點 這我喜歡 對 可是它裡面的配備是很完整的 哇五箭組耶 這個買起來的話也是七八百塊跑不掉 對就是看你到哪個地方買 那這個花多少錢換的 都是幾十塊錢 那我等一下拿五十塊給你 我再給我好嗎 你要先去開戶才可以喔 我開戶了我開戶了 對 像今年其實商品都還滿不錯的 像這個也是 現在你以前也喜歡常用到的 這個是開發金送的 是 開發金現在不是有一些糾紛 還能送那麼好的東西 還可以啦 還不錯 這個是大家就是出國旅遊的時候 可以帶的隨身藥包 隨身藥包 對 而且這個牌子是不錯的牌子 大家到百貨公司還可以看到 是不是糾紛越多紀念品送越好 喔 小副爸爸有說過這件事 但是以股價的立場 我們還是小心點 對 但是確實糾紛越多可能 贈品越好 會有 會有 尤其是像 比如說像股東會陸陸續要結束了 其實我們 今年大概看 特別可以留意 就是8月9月份的零食會 零食會喔 對還有零食會 大家還注意喔 8月9月有股東零食會 不是一般的股東會 是股東零食會 小副爸爸要教大家 那個零食會 還有東西可以拿 零食會也很特別喔 像這個是去年的那個 大眾鎮的零食會 對 大眾鎮去年也是有一些些的 對 所以要有刺激感的東西 才會帶來其他收益 你看這是一個 LED的桌燈 對 這邊跟網友們分享喔 就是有狀況的公司 以股價的立場我們不推薦 可是以贈品的立場 小副爸爸說 很可能他送的贈品特別好 要讓你來開會喔 對 你在零食會上面 你就會取得到這一些 比較特別的紀念品 因為要加碼嘛 因為會有公司派 跟市場派兩邊的 對 有股權的徵作戰啦 對 或是很怕留會啦 對 以股價來說不推薦 一定要強調 但是以贈品來說 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 好東西出現 對 沒錯 像這個也是啊 就是遊樂園的部分 像六福春啦 建屋山啦 其實他們都還蠻歡迎 就是股民去現場 去旅遊 就是可以趁這個時間 去他們現場看一看 他們經營的方式 對 所以他們也不介意說 你用一股就來換我的門票 他們是不介意的 對 他們很歡迎 對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小副爸爸他找那麼多贈品喔 我們就很好奇 因為對我來說 如果我今天沒有買到這檔股票 根本不曉得他會送什麼 對 可是小副爸爸你看喔 2011年還買400多檔 對 13年變500檔 16年買到688 快700檔耶 沒錯 你怎麼去找到說 哪些公司的贈品好 哪些公司的贈品不好 其實因為 你都買嗎 其實基本上 因為上次會公司大概1600家 對 那我們的選擇方式呢 一剛開始的時候 是要選擇他是每年 每年都會發紀念品的 每年都會發紀念品啊 對 其實金融股基本上都會 金融股基本上每年都會發紀念品 對 因為以前發信用卡 會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所以會製作很多的紀念品 我們要把小副爸爸過去幾年的經驗 現在一口氣吸收 而且其實金融股有很多的爭奪權 所以相對也會有很多的紀念品 金融股有很多的股權爭霸戰 也有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從那裡獲利之後呢 就是慢慢的去增加我們持有的檔數 就是慢慢的堆疊起來 而且大家其實也不要太擔心金融股啦 因為我們另外一位存股達人 當然今天沒有邀請人 他就專門存金融股 對 所以有些金融股它還是值得存股的標的 然後又有好的紀念品 所以就是一魚三吃的標的 對 那這上面呢 當然有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要收集一些紀念品的資訊的話 其實最 比較完整的 營業員 營業員其實他可以提供你很多資訊 那有些更好的營業員 甚至他會去幫你領股東紀念品 對 像剛才華文老師就有提到了 因為華文老師下單下太多了 他是大戶 大戶 所以 不過今年也只有中保 其他都沒有紀念品 但是老師等一下會跟我們分享 你以前也領過非常多紀念品 對 好 然後網友會幫你整理好熱門紀念品 對 這個其實部分也有 那如果說你要 其實用另外對稱的角度來說 華文老師他挑的有沒有 基本上不會發 那我的就是會發 所以呢 只要把我的捨區掉 就是可以投資的 這是好的標的 更簡單 小歐爸爸說 扣掉紀念品好的 可能就是華文老師會 會推的股價 其實都是很好的股市 對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然後 去年有發好的 今年可能也會好 是這樣嗎 這個難道也有慣性啊 我每年都當 就是那麼好的後亞郎 這樣好嗎 會把錢發光光嗎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 比如說中鋼來說好了 中鋼你可能今年 你看他的股名有100萬個股名 對 可是零股的股名 從一股到999股的 大概有30萬個股名 對 今年大概發30萬到50萬之間的雨傘 對 可是你看他發出去的成本 跟可以回收的資金 可以穩定股價 其實這些都有精算過的 所以為什麼大公司 其實他發沒有關係 因為他帶來的廣告下衣更大 對 大家對品牌的認識 行銷預算 沒錯 對其實發這些贈品的話 大家去報說 某某公司發的紀念品很棒 還上了新聞版面 對 過去他買那個新聞版面都買不到 對 沒想到因為一個贈品 大上版面 三年前是雪紅姐姐嘛 對不對 那一天 雪紅姐姐有別的技術 可以讓他大上版面 對對對 大上版面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特殊的方式 所以這完全是看公司的行銷策略 我覺得每家公司 現在在這方面都蠻用心的 網友們現在可以來考考小夫爸爸 就是你們沒有想要問哪一家的紀念品 怎麼樣 現在可以趕快來問 我們等一下會幫你做回答 搞不好小夫爸爸還可以 完全告訴你哪一檔值得換 哪一檔不值得換 但是我這邊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那你怎麼樣利用紀念品來換到錢 或者是說得到投資報酬率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紀念品部分 比如說以688家來說的話 我們可能要扣掉188家 為什麼呢 188可能都是發禮券 發禮券很棒啊 就是7或者是全家禮券 發禮券不就等於有點半限制的概念 對 那有一些上次公司他可能本來是說 要開股東會會有發紀念品 但是他也可能會臨時取消說 我不發了 對 或者改其他的會議都有可能 所以真正會有領到的部分 大概是只有500多家 喔 對 所以收益的部分來自於大概就是 我們賺錢的方式是來自於說 我們可以拿的是禮券 這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賺錢的觀念 我覺得觀念上應該是說 我們取得了可能日常生活用品 比如說像米啦 柴米油鹽醬醋茶 這些部分都是你不需要額外支出的 換言之也是賺錢 對 因為你不用花錢了 你已經有這一些 對 所以你夠用 過日子用的 因為當初最大的想法就是幫助一些債務人 沒錯 他能夠得到過日子的一些用品 沒錯 對那賺錢可能是其次 如果說有人願意買 就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賣出去 沒錯 甚至你還會捐 就例如說有些東西可能有一些偏鄉 或是比較貧窮的地方 他需要就捐出去 所以真的也是有很多種功用 而且還有 就真的是做功德 說真的 那華文老師你說 你也曾經換過紀念品 有沒有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早期真的紀念品比較好 早期紀念品比較好 對 我以前住 我以前住新竹 就住在竹科旁邊 那時候竹科 有上市櫃的我幾乎都 我都買十股 那為什麼不買一股呢 因為十股 所以整個竹科都是你嗎 你就整個竹科老闆 可以這樣說啦 對 然後我到竹科我就自己去 股東會我就自己去領 那如果不在竹科的話 我很多股票都買 還是有 但那時候大概六七十檔 我就委託一些 徵求的單位幫我換 那就要可能二十塊或三十塊手續費這樣 對 也領了 也領好幾個 後來都沒有紀念品 我就把我連一股都賣掉 我就看到 那一股沒有紀念品 又沒有什麼價值 我就通通把它賣光 所以現在沒有了 所以黃老師講的也沒錯 對 他都很容易選到沒有紀念品 對 所以我今天認小爸 我要開始跟你討教 交流 對 兩位要互相交流一下 如何找到有好的紀念品 股價又有表現 對 當然我們這邊還是要交網友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來買的話 有一些交易的規則 大家可能要知道 而且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 第一個是零股 它不是在一般的開盤時間買賣喔 它是收盤以後 交易到兩點半 它是在這一個小時 一點半到兩點半之間做買賣的 所以也等於是說現股已經收盤 一個收盤價之後 零股才開始做買賣 它是可以提早下單 可以提早下單 盤中就可以下單 對 早上也可以下單 只是說到兩點 大概兩點三十五 才知道有沒有成價 對 因為中間要經過有人買 但是它有差別 就是說比如說你要是 比如說今天的 今天的交易的話 跟前一天的下單 它的結果會不大一樣 會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比如說你今天交易 是看今天盤後的 對 可是如果說我是前一天的交易 但是掛漲題沒差 對 但是還是有可能會買不到 還是有可能買不到 因為你可能如果說股價 比如說一開盤的時候波動過高的時候 你就可能沒有辦法買到 因為你掛價格可能太低了 是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對 像我們純股的話可能是 可能有時候買是買一兩百股的話 對 那 那有可能零股好幾天買不到 對 那有可能會 會沒有耐性 就掛漲停板 結果就被他漲停板成交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他可能 兩個人的想法完全不同 對 他可能收盤 要存股不要掛漲停板 對 他可能收盤一百五 結果他掛漲停價會成交一百六十五 對 零股就本來 對啊 因為零股他的range可能因為 撮合的關係 一樣都10% 都10% 如果你掛漲停價 如果你下單的股幅太高的話 那明明收平板 結果是漲停價買到 那就差10% 差很多 對 像我都習慣可能掛高 收盤價大概多兩三檔 那沒有買到就算 沒有買到就算 就再接再利 明天繼續奮鬥這樣 好 大家來看第二點 零股的股價 有可能比現股便宜 對 但是這要有耐性 因為如果掛漲停板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了 像網路上就有個老先生 他是買零股湊一整張 他可能比單買一張來的便宜 這就是要有一個掛價的技巧 但是剛剛有講了 華倫老師跟小富爸爸 是不同的門派 如果說華倫老師派 著眼代股價的話 建議你是大盤再跌 或是個股再跌的時候去掛 因為有可能掛的 就會比剛剛講的 成交價還要再低一些些 可是是小富爸爸的話 因為他的目標在他要換贈品 所以他掛漲停板價 買不要賣 這會不會風險太高了 其實應該這麼說 因為你買一個可能零股 一股的話 他的股價只有幾十塊錢 可是如果你賣掉手續費 要花二十塊錢 其實這樣子來回的成本太高了 不如你留著 還有資訊可以看 讓你去研究 或從中再去挑選一些 不錯的股去進行存股的動作 也可以 那他只有買一股嗎 對 一股多10%還好 對啊 所以反而 而且一股應該 你掛漲停價應該不會成交在漲停價 不會 股數很少 對 就是你掛 它會 戳合的價位應該是 順序 當天的那個收盤 應該是 那個價位應該最多股數會成交 戳合在那個價位 對 所以說你一次掛太多漲停板 就 等於說像我們早上也是一樣 開盤可能會跳空漲停 對 所以說你一次掛五六百股 可能你掛漲停 可能就真的成交 買一股兩股 買一股兩股的就不會漲 比較容易成交 對 因為買的股數少 所以現在網友們有沒有對零股交易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提問 我們要抓住時間 因為今天很難得兩位達人 一個賺股價 一個賺紀念品都在現場 你看別的節目應該這兩個 很少會同時出現 所以有問題都要趕快問 今天一網打盡 再來就是零股其實它也是有所謂的交易手續 所以跟所有的股票是一樣的 沒錯 那最低它是要收到20塊 沒錯 所以如果今天交易的總價沒有到一萬四千零三十五塊錢的時候 可能你會被收20塊的話 成本相對比較划不來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是撮合成交的 所以有可能像黃老師講的 你一口氣要買四五百股 五六百股 有可能沒有辦法一口氣買或賣到這樣的股票 它的部分成交 那像我一次賣出的經驗是 那我這個股票就覺得衰退 我就必須要賣掉 就不要持有 那我記得有四百股 然後我把四百股 我就下單直接賣掉 可是最後只有成交兩股 只成交兩股 對 太冷門了吧 你有四百股就挑兩股 那不一定 那運氣有時候 有時候是剛好成交到最後 它是牌嘛 對 可能剛好排到最後一位 就部分成交 對買兩股 就是小富爸爸嘛 對 除非你出合的順位 就是說 因為出合的順位一定是 就是等於市價 市價單是最快 再來才是定價 然後變成說 我股數減少 四百股賣兩股變成三百九十八股 對 可是我賬戶的錢也減少喔 對 因為兩股的手續費還不夠 那兩股 兩股還有證交稅 還有證交稅 對還有手續費 那我那兩股的錢還比 還比扣的稅還要少 少 對我收進來兩股的錢比較少 然後又被小富爸爸搶走 對 又少股貨又少錢 對 你們要對一下你們的對賬單 然後還有就是 剛剛有講的就是華文老師提到 如果它成交量比較低 買了有可能沒有辦法立即性的賣掉 然後所以要有存股的心態 就是用華文老師的想法喔 要長期存 就比較不會被這個 就是還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 如果基本面 好的話就沒問題 就沒問題 好這邊要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囉 好這邊有一個人 他覺得不爽囉 為什麼 他說零股沒有寄開會通知單給我啊 他說我沒有寄的話 是不是就領不到紀念品 對 基本上你要自己去補那個開會通知單 要自己去補 對到各股貸 各股物 對 去股貸跟股物 如果你只有買一兩股 很可能不會寄開會通知單 很多都不會寄 所以要補的數量非常的大 是 所以要特別去補嘛 每年都要補嗎 每年都要補 那提醒各位網友們喔 如果你真的買一兩股 很多公司它是不會寄這個開會通知單 可是你可以去各股物股貸 對 去補這個開會通知單 沒錯 然後拿到通知單你才能領到紀念品 沒錯 對 但是它就 鴻海真的沒有發什麼好經驗 為什麼不發到夏補面板或電視呢 那大家都買了 對 那每個人都買鴻海 我們會想辦法 戳合出那個一餘三次的全部 好有一個翁士君應該是先生喔 他說領紀念品一定要親自簽名嗎 領紀念品如果你委託給別人的話 是不需要的 可以委託給別人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你如果說以上住公司同時開股東會的時間 都是這麼密集同一天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到這麼多地方同一間出現領這些禁念品 所以通常都會委託給一些帶領的人去領這些禁念品 好喔還有沒有人要問問題喔 因為今天有兩位靈骨達人喔 若是沒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今天要給大家一個bonus 怎麼說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會問說有沒有送書 但今天沒有送書 今天我們送的是 我們會請兩位達人在直播結束後 還是會稍微留下來一下 有任何的問題